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倒數階段 前總統川普當前可以說是腹背受敵 除了要對抗勁敵賀錦麗 連共和黨內都出現反傳聲浪 賀錦麗十六號在搖擺州賓州造勢 值得注意的是現場出現了一百多名共和黨人為她站台 其中包含曾經參與調查國會聲莊暴動案的前眾議員金辛格 共和黨人公開支持賀錦麗入主白宮 閒見美國國內的反傳勢力已經跨越政黨藩離 賀錦麗與他的競選團隊也將這次大選定調為守護美國民主的關鍵戰役 至於當前民調支持杜維福落後的川普會如何迎戰 備受各界關注 好 每選進入最後的衝刺階段 而這一次在大選當中我們台灣也是話題之一 尤其是焦點 美國副總統民主黨總統候選人賀錦麗就回應了媒體詢問 就是中國對台軍演的相關議題 他的回覆呢 還有就是對中國入侵台灣的立場 其實他有講了他重申 他相信一中政策 但他也相信台灣是有自我防衛的權利 同時彭博報導了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Champ受訪的時候說 長期盟友南韓是提款機 他說如果他入主白宮 接下來會要求南韓每年駐韓美軍 必須要付台幣3000多億元 這話一出在南韓直接引發震撼 實際上不到兩個禮拜之前 美國跟南韓才達成了 大概五年的駐韓美軍經費分擔的新協議 當時已經把整個費用又再往上提高 不過川普的這個要價是最新協議 大概九倍這麼多 但實際上川普最近在一場造勢場合上面 本來是應該回答台下聽眾的問題 可是當時他主動喊咖了 要求現場音控開始放音樂 而且原地直接跳起舞來 好這一跳就是跳了40分鐘 他的對手賀錦麗直接發文說 你一定又覺得美國總統大選又要打這種口水戰 但是你一定要看一下接下來的畫面 讓我們來不要再說話 我們來聽音樂 讓我們來聽音樂 讓我們來聽音樂 誰要聽音樂 對話 走來選擇 讓我聽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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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AND LOUD NICE AND LOUD I can eat my dinner in a fancy restaurant 所以我們來玩YMCA 來吧,來吧,NICE AND LOUD 來吧,大家 到底是選美國總統 還是選秀節目 一唱跳四十分鐘 讓民主黨那一派的 完全看不懂 雖然沒露臉 但賀錦麗不只發文 祝川普早日康復 還很關心川普的健康狀況 他拒絕要把他的醫療記錄 我已經做了 每個總統的競爭 每個總統的競爭 都做了 不過在這場口水戰中 喬治亞州已經提前投票 在第一天就湧現三十萬人 突破以往紀錄 讓接下來兩大黨如何備戰 備受關注 跟三大共產黨領袖關係都很好的川普 姑且不論他是不是根本答非所問 在最後衝刺階段 他還從馬斯克那兒 拿到七千五百萬的政治現金 因此大選進入倒數 川普乍看暈頭轉向的選戰策略 究竟有沒有效果 答案呼之欲出 在歷史上有多報導